耶利米书第六章 是羊吃草 你们要准备攻击他 起来吧 我们可以趁五十上去 挨栽日益见邪 玩影脱长了 起来吧 我们夜间上去 毁坏他的宫殿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砍伐树木 筑类攻打耶路撒冷 这就是那该伐的城 其中尽是奇亚 井怎样涌出水来 这城也照样涌出恶来 在其间常听见有强暴毁灭的事 病患损伤也常在我面前 耶路撒冷啊 你当受教 免得我心与你生疏 免得我使你荒凉 成为无人居住之地 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 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 如同摘进葡萄一样 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 回手放在筐子里 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 做见证使他们听呢 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 不能听见 看哪 耶和华的话 他们以为羞辱 不以为喜悦 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 难以寒忍 我要倾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的少年人身上 连夫待妻 并年老的与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 他们的房屋田地和妻子都必转归别人 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居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 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 他们清净乎乎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 说 平安了 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行可真的是知道惭愧吗 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 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 我向他们讨醉的时候 他们必至跌倒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 访问古道 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 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他们却说 我们不行在其间 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 说要听绞声 他们却说 我们不听 列国呀 因此你们当听 会众啊 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 弟呀 当听 我必是灾祸临到这百姓 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 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 至于我的训会 他们也厌弃了 从世八初的乳香 从远方初的昌仆 奉来给我有何一呢 你们的烦记不蒙悦纳 你们的平安记我也不喜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 父亲和儿子要一同跌在其上 林舍与朋友也都灭亡 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 并有一大国被激动 从地级来到 他们拿弓和枪 性情残忍 不失怜悯 他们的声音 像海浪蓬轰 西安城啊 他们骑马都摆队伍 如上战场的人 要攻击你 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 手就发软 痛苦将我们抓住 疼痛 仿佛产难的妇人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 也不要行在路上 因似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我民啊 应当妖术麻布 滚在灰中 你要悲伤 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 因为灭命的 要忽然临到我们 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 为保障 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是极悖逆的 往来缠绑人 他们是铜是铁 都行坏事 风香吹火 千被烧毁 他们恋而又恋 终是突然 因为恶劣的 还未除掉 人必称他们为 背弃的银渣 因为耶和华 已经弃掉他们 过去的许多年 稍后